OK 那我們來開始今天的課程 今天主要要跟大家介紹的是JavaScript 那JavaScript在我們的前端 就是我們的上半學期 它也扮演一個角色這樣子 但是因為JavaScript它有些東西 比如說邏輯性的東西 if else這些東西 它跟我們在PHP裡面要學的東西是有點相近的 所以我在JavaScript我只用一堂課來處理它這樣子 只大概的跟它講一下這樣子 OK 好 那在這個JavaScript 我等一下再介紹 那在這之前先跟大家介紹一個FORM表單的設計 因為我們上禮拜已經有跟大家講說我們要 上禮拜我們有看到大家的作品 那看一看之後我發現說其實我們班大多數的人表單都是 就是未經雕琢過的表單 對 然後它感覺起來就有點空白有點可憐 對 那為了讓我們的表單看起來更高大上一點 所以我們要重新調整一下 那在表單的設計裡面 等一下要先請同學先把基本的欄位 我們先稍微的打一下 那基本欄位可能有帳號密碼郵件 性別 性別我們就用radio 那還有select option 選單 然後還有input type submit 稍微把表單做成這樣子 那我們才能稍微的去為它做一些調整這樣子 好 那這個等一下你們再自己打 我們先直接開始 那針對一個表單啊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一般的表單 它的就差不多這麼醜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為什麼說它醜 第一個 它的字的應該說它的行高全部都太近了 會導致於所有的文字跟這個欄位都黏在一起 非常的不舒服 那再加上你可以看我打字 我的打字跟這個框框它非常的緊密 然後還有我的線是屬於比較黑的線 所以它都會導致於我看起來的壓迫感比較重 都會讓這些欄位的壓迫感看起來比較重 那我們希望打造一個比較舒服一點的使用者界面 所以我們會盡量的讓空間拉大一點點 然後讓顏色淡一點點 那整個畫面看起來才會比較好看 所以我們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針對它Fone表單 去改變它的行高 我們可以先在這裡面 我們打了一個style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打表單 Fone Line Height 212 就是等於說兩倍行高的意思 OK 我們來看一下寫完這個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差異 有沒有它把空間隔開了 彼此之間的距離變大了 我沒有那麼壓迫 我連字好像都變好看了 不曉得為什麼 你看喔 這樣子看起來好像特別擠 但是一放開之後 這個字感覺也變和善許多這樣子 那Line Height已經調整完了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另一種做法是 針對Fone裡面的Input Fone裡面的Select 那這個非常直觀 就是Fone大於Input 就是指說Fone裡面的Input Fone大於Select 就是Fone裡面的SelectOption OK 這個調整完了之後 我們設定了哪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Pedding Pedding是什麼意思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Fone Input Fone Select Pedding 那我們來看一下 Pedding 5px 10px Pedding它就是代表上、右、下、左 如果我們給定四個數字的話 但是如果給定只有兩個數字的話 它就是上、下跟左右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5px的上、下 跟左右的10px 那我這個設定完了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呢 來看一下我們原本 它並不是指說這個欄位會有怎樣的變動 而是這個欄位裡面的字 會有一些些的不一樣 我們來看到現在的字跟 這個框線之間的距離喔 那我們重整一下 有沒有變大了 它跟旁邊的空間感 感覺更大了 尤其是你看我的上、下是5px 左右的話 左邊這裡是不是10px 左邊明顯比上下來的大許多 對,那這個就是我們去做的調整 padding padding 那這個東西也調整完了之後 我們說剛剛的框線有點 顏色太重了 我希望把框線調的淡一點、輕鬆一點 我們可以設boulder 1px SOLID 頸CCC 好 就是這個灰色 我們來看一下 顏色有沒有變淡一點 OK 那顏色有變淡一點 那但是它的方框看起來沒有那麼的舒服 我們想要把方框變成圓角 圓角 為什麼要圓角 很多時候用圓角的話 會讓我們的畫面變得柔和一點 當然你如果喜歡方框 你喜歡方方正正的也OK 但是我們來一個圓角 boulder radius 5px 然後變圓角 那因為我們只有5px 所以圓角只有一點點 如果你用10px呢 它會變得更遠 對所以我一般覺得說5px就OK了 這是看你們個人這樣子 那先到這個畫面 你們先稍微的去調整這樣子 就可以讓你們的表單 徹底的改頭畫面 好 那畫面還給你們 你們試試看 好 剛剛大家已經把你的CSS的畫面 就是你的Phone表單的畫面 已經美化完畢了 那接著進入下一件事情 我們來做一點酷一點的 什麼叫酷一點的 你會不會覺得 每次你的HTML5 雖然很屌 就是說我可能打完所有的欄位 我按送出之後 它會幫我判斷 判斷這個帳號是真的假的 判斷這個密碼是否OK 郵件它是不是符合郵件的格式 很酷沒錯 但是都要我按送出 它才會偵測 我現在可不可以 我一輸入完 或者是我在輸入的當下 它就直接幫我判斷 比方說 input type等於text的話 它就自動幫我判斷裡面有沒有文字 有文字就給過 密碼有文字就給過 那郵件符合我的格式之後 我就給過 要怎麼去達成這件事情呢 首先我們必須要 在我們的這些欄位裡面 後面都多加入一個require 代表這是必須的 這些欄位是必須的 好我們來設定一下喔 我在這裡 我們先在這三格裡面加入require 欸我是怎麼樣同時在這三行新增 我剛剛是按了一個Ctrl鍵按著不放 然後去點下去 那我就可以同時選擇三欄 那我就可以開始打字 它就可以打出一模一樣的東西這樣子 那這裡的東西設定完了之後 來看一下我們的表單喔 我希望我打完字之後 這裡會自動幫我寫上OK 這裡會寫OK 這裡會寫OK 可以嗎 我們是不是其實只需要在它後面 加入一個OK就行了 那但是我必須來控制這個OK 今天是顯示的還是不顯示的 還記得我們在CSS的最後一堂課的時候 跟大家講過我們有分 Display跟Visibility 這兩種 一種是顯示 一種是隱藏 對它兩個有點不一樣 只是我們現在必須用Display來呈現 那既然要用Display來呈現 我一定要知道它是對誰隱藏 我不能平白無故說 欸你幫我把OK隱藏起來 你的網頁又不是讀得懂 這些文字 所以我們必須給定一個標籤喔 span span標籤 那我來控制 比如說控制它的 class等於OK 那我等一下就可以叫說 欸 class是OK那個幫我顯示 class是OK那個幫我印藏 我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好啦 我已經都做完這些事情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畫面 我還沒打它就已經都判斷OK了 顯然的沒有判斷 所以我必須要判斷 怎麼判斷 這裡喔 你們注意看這兩行 縫底下的Input 然後冒號Valid 這是什麼意思 縫大於Input的這個意思就是說 縫表單裡面的Input 縫表單裡面的Input 那這個冒號呢 記不記得你們之前有學過 A標籤的Hover A標籤的Vistic 那就是冒號代表它的狀態 那我們既然可以去選擇 我們既然可以去判斷A標籤是滑入 還是點擊過的 那相對的我們在Input 我們也可以去判斷說 它是有被驗證的還是沒被驗證的 所以Input冒號Valid代表它驗證了 Input冒號Invalid代表它未經驗證 或者是它是不合格的 那一旦我判斷完之後 我告訴它說 欸我底下這個 我後面接續的這個OK class classOK 幫我顯示出來 幫我隱藏起來 那我們這樣就了解了 但是 我們先 不多說 我們直接照它的來打打看這樣子 好 Form Input 然後Valid 加 點 OK 對不對 加是指說我後面接續的這個東西 後面接續的這個傢伙 而不是指說什麼 欸我可能Input有去包住span這樣子 並沒有 它只是放在它後面而已 它並不屬於Input OK 所以我們用一個加號就可以了 那這裡沒問題之後 Display Inline 那我再複製 那這裡叫做Invalid 那這裡就是Not 我們來看看喔 畫面 OK OK 密碼 也OK 郵件 不OK 為什麼郵件不OK 因為我郵件是有一個格式的 我必須符合格式 它才會OK 我必須至少有小雕鼠的出現 那這樣子才算是一個OK的狀態 好 那 你一定會覺得奇怪 記不記得我們上次說Display的話是None跟什麼的組合 我把它關起來 讓它不顯示出來的話是None 那讓它顯示的話我們是要打什麼 Block對不對 為什麼我不用Block要Inline 我們來看一下用Block會怎樣 Block的話就代表說它要繼承一個區塊元素的概念 什麼是區塊元素的概念 DIV就是區塊元素的概念 DIV你還記不記得它性格之頑劣 他都不喜歡跟人家當朋友 除非我今天告訴他你要設定Froze 他才會浮在別人旁邊 那 我這裡如果是設定了Block 它就是會跟DIV一樣的玩劣 自己跑到下面玩殺 那你為了讓它好親近一點 你要告訴它說Inline就在這一行就好了 不要跑到別行 那它就會乖乖的鎖在同一行裡面 不會自動跳到下面 那以上這些呢 你就是打這些東西就可以去達成 我們要達成的目的這樣子 OK 那當然你如果要針對OK去設定它的顏色 也OK啊 我們可以去設定它的Color 比如說等於Rib或什麼的 我們就可以自動的去調整它的顏色 好 那先到這裡 你們再試著把這幾行打出來看看 那 好 畫面還給你們 早期我們要做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麻煩 因為它可能甚至要 碰到JavaScript 然後要即時的去做一些判斷 但是現在我們的CSS3 直接透過這種狀態的方法 來幫我去做一些即時的判斷 幫我們省去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那我們剛剛已經完成即時判斷了 現在要帶大家來看一個正規表示法 這正規表示法也是一個新的一種 應該說目前的這種寫法是一種新的呈現方式這樣子 因為過去我們在做正規表示法的時候 你其實也要去涉及到JavaScript一些相關的東西 那現在我們只需要在這個HTML的標籤裡面 去打上Pattern等於 然後它的規則 就可以達成我們要它做的事情 那正規表示法它是一個非常有趣好玩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不會在我這門課介紹太多 因為它主要是在告訴我們一個規則 那它會希望對方也去符合這個規則 比方說我可以說 我只收A到Z 大寫的A到Z 那你打出來的字就只能是大寫的A到Z 比方說我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收A到Z 大寫的A到Z 小寫的A到Z 還有0字9 我收這三類的東西 也就是說如果你給我符號 我一律不接受 這是規則 它用中括號來表示 那大括號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字代表我最少能夠接受的字數 8個字 第二個字代表我最多能夠接受的字數 12個字 所以你必須在8至12這個區間去滿足我 這樣子 那你要知道 過去我們在做的那些電子郵件的判斷啊 或者是我的電話號碼判斷啊 這些東西我們通通都用正規表示法來處理 所以不像是現在我只需要在input type這裡改成email 改成form 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所以你可以知道 目前的HTML5有多麼神奇 這樣子 好 那既然這個東西是ok的話 我們來把這個東西打進來 在這裡 pattern 那我們是要A-Z A-Z A-Z 0-9 然後 比如說我只說1到3個 這樣 那好了之後我們跑來我們的畫面來看 有沒有看到 我只要輸一個字ok 2 3 4 到第4個字的時候就不ok 因為我規定 最少一個字最多3個字 那現在超過了 所以就不ok了 那你如果做這樣子的限制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去設定max length 就讓它只有3個空間 讓它不會再超過 對 這個是我們可以去設定的 或者是你要設一個min length 也可以 就看你們要怎麼樣去玩它這樣子 比方說設2好了 對 那設max length 比較有意義這樣子 好 那 這個東西你們等一下試著打打看 那 我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regular expression 這個東西叫做正規表示法 或正規表達法 那這個東西你如果對資料科學相當感興趣的人 你一定要好好去鑽研這個東西 因為它可能外面有人甚至在教這個東西 就花了好幾門課的時間這樣子 因為它可能會給定一個規則 告訴你說 欸 你幫我在茫茫大海的大資料中找出一個規律 什麼規律 我突然發現了 今天如果是一個垃圾郵件的話 它特別會出現什麼樣的字眼 那你只要出現這樣的字眼的時候 幫我判定為垃圾郵件 或者是今天如果有一個人 它有什麼樣的特徵被我抓到了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正規表示法的格式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正規表示法它是一種電腦科學的概念 那它 使用單個字串來做描述 去符合一系列 某個句法的規則的字串 某個句法規則的字串 某個句法規則的字串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這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規則 它設定的規則是什麼 喔A到Z 英文的大小寫跟0到9 代表我不能輸入任何的符號 那我輸入幾個數字這樣 這就是我們去設定的規則 那它還有很多很多是可以玩的地方 你們後續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玩的 或者是你對資料科學有興趣的人 你也可以去深耕這一塊 那你們現在把這一行打進去 對這就是我們的表單這一款 今天要告訴你們 好 畫面還給你們